在美国费城北部发生的火车脱轨事故 死亡人数已经上升到了7个人 初步的调查结果显示 事发时火车超速一倍 当局担心死亡人数还会上升 脱轨的火车车厢扭曲的横躺在轨道上 一些车厢已经严重变形 美国国家运输安全委员会派来的调查人员 正在分析火车黑盒子里的数据 发现火车在经过弯道时 行驶速度超过每小时160公里 比起每小时80公里的速度 限速快了一倍 调查人员相信如果能够提前安装新的控制系统 或许就可能避免这场灾难 这起事故造成往返华盛顿和纽约之间的火车线路暂时停摆 好几百名乘客被迫另寻出行计划